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股台Marks & My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 韩琴Piano 身边的嘉宾有林佳琪 KK在这里 KK 你好 你好 KK 今天看到市场上升落落 27577罪 但你收市的时候稍为跌幅收窄 其实美国没决定是否要收2000亿美元关税之前 大概都是这些位置上落 我担心低一点 因为上个星期是全的 其实28300左右 应该是星期四期计算 逐级跌 失手50天 上个星期10天 20天都没有 现在正在望27500好像有机会反弹 但以这个气氛来计算是一般的 因为突然之间所有利好的消息 好像大家忘记了 现在就向着坏那方面想 再加上在短期之内 不只是说中美2000亿关税 你看到加拿大都应该谈不定之下 加拿大都应该谈不定之下 加拿大都应该谈不定之下 那么中国更加谈不定之下 更难谈之下 所以短期之内 我觉得最淡的机会大 因为今天你也是靠A股 就轻微反弹化 但你见到个别股份走势弱 就是腾讯 吉利 邮邦等 其实都是表现一般的 所以在那个气氛驱使 再加上刚刚才踏9月 第一个星期你还要面对很多东西的话 其实向下机会的就会比较多一点 其实你觉得现在27500都不是很稳定 不是太稳定的 因为上个星期 其实曾经有三天 我都在想是不是真的转了 就是上50天线那三天 那三天其实你在金钻的下降轨的外面 就是你突破了 但是这个情况是在期之结算日 当日一个村头破脚 就已经告诉大家 他很快就回到下降轨里面 现在就回到下降轨的中间偏上的位置 但是如果你照度的话 就应该真的要试多次28000以下 如果不是的话 恒指未必那么快见底 你起码叫二次探底 是二次探底 而你在过去那几个交易 已经跌得那么快了 没错 这个星期又有很多不同的利淡消息 所以你在成交 你今天也是不够了800亿 你在淡淡成交做下去 那个速度会更加快一点 所以我估计如果最差的情况 这个星期可能会试27000以下 这个当然要看着消息的变快 但是其实这个收关税的东西 又不是我突然之间爆出 是的 我就思疑到底市场消化了多少 还有他是不是真的那么够胆 一炮过2000亿和你收了呢 现在就不要不顺扯 没有得估 没有得估的 2000亿甚至乎我们之前说的 340亿 160亿 你是对于中国方面的贸易 说了很久了 说了很大半点 你看到他真的开展的关税 那市又跌给你看 是的 是的 这个情况是大家在想 究竟多少消化呢 或者是否一开了 大家会消化呢 应该不是的 因为你对于实质的影响 但今次的2000亿呢 我觉得那个冲击会更加大 是的 因为你之前340亿 或者160亿 你是对于中国方面的贸易 是有初步的打击 而这件事呢 是未去到一些很民生基本 而这2000亿现在呢 是连美国的民生基本都会影响到 是的 那你想一下 9月走 那会影响什么时候的经济 就是9月 那9月的经济 是什么时候你知道真的影响到呢 就是10月初 你出了数据 PMI也好 飞龙也好 那因为有些 美国的企业 中小企业很夸张的 是 他说你一开始那2000亿 就立刻会 就是要倒闭的 那你看一下 是否有机会这样的情况 如果他们就所言非虚 不是说大话的话 那可能你去到10月份 的时候 公布美国的经济数据 可能就是差的 那如果这个差的情况 是当时发生的话 市当然会进一步反映 是 所以我觉得今转呢 要小心一点 尤其是9月10月 我们想不到呢 一些短期的利好气氛的消息 上个月呢 我们都还可以说中期业绩 中期业绩一行 就弹的那些股份 是啊 但是现在这几个月都没有 那你靠什么呢 就真是贸易战 再加上一些经济数据 是 我觉得呢 中期业绩的时候呢 像是趁着那些业绩 因为你见那些股份 业绩好一点 好会预期呢 是爆升半成 一乘流升 那你刚刚那转弹呢 其实大部分股份 你起码都一成的 是 因为之前跌得多 但是你见它升了一成之后呢 梅尔维计呢 慢慢圆顶地下回来 今天呢 其实如果你说 走势弱的内房股 是啊 内房股250分线 全部去到 只是呢 没跌得死住 那些股份 你见还撑住 那些弱股其实都是弱的 还有些教育股啊 那些呢 你见到都回来快 就是反映了呢 那一阵 那一阵在中期业绩那阵呢 炒升完上去 然后又下回去什么位呢 就挨近上次 26800那些位置 是 其实相差成千点 那这些股份 那这些股份 已经率先下跌了 所以要留意 如果你说 如果短期之内 个市可能都是 27500 27700 跌不穿的 但是这些股份 已经是跌穿过 26800 当时候他们自己价 就要小心了 就是说 那些股份 有机会呢 在那一转呢 之后会跟回他们跌 所以现在这些 我们之前说的 熱炒板块呢 短期留意 如果一旦走 又不对路的话呢 大家都要做好心理准备 或者风险管理 是 但我不明白呢 为什么市的气氛这么差呢 你也是听到很多的想着上市 要去 涉水 不要说涉水 吸钱的行为出现 是 你看到之前工行又要发优先股 跟着今天跟你说 美团招股了 海底都已经开始在筹备上市 为什么在这些情况之下 还有这么多这些股票 你没有水了 说真的内地 其实你说银根是不是松 又不见是 就是因为内地不松 所以就走来香港 所以要香港 要靠融资平台 是 如果你看内地上市 不要说内地银行借钱是难 大型企业都不是容易的 想跟你说 大家都会面对很多 新的监管问题 因为现在说 无论降准 或者是内地一些 就是财政政策 都是扶持中小企 你看到那几次降准都是 中小企要借多些 扶持他们 大型企业呢 智力更新 内地又不可以IPO上市 美国现在上市 有很多一些框架 可能是股值也没那么高 所以他们就会经过香港这边上市 而你有得上 又好过上不了 因为呢 就先拿来说 美团也好 或者是有些 不新物製的公司来香港上市 一些新的上市条件之下 如果他们不上市 那他们都没有一些盈利能力 也都没有现金流 所以就算股值低呢 他都要拿拿声 在现在这个市况上市 股值是没有那么吸引的了 但是没有办法 你要向钱低头 我觉得 你也是要集资啊 这段时间呢 尽快上市 那你起码可以捕捉定 下一次 如果当市真的 不是建底的 没有再运较26800的 你又可以捕捉短的 如果上升走势 嗯 但是香港都在水劲 香港 是很劲啊 但是我们处备救抗嘛 是 是 一定要照用 你见到 你见到一个港匯 不是有得那么紧要 是 因为你有美团来上市的话 那些钱都愿意留在那裡 这个情况有点像小米 小米之前上市 未说真的上市 之前那一段 其实也有一些资金流走的 是 港元就弱了 吐息交易 而 歌例那时 也是这样的 嗯 现在呢 令到港匯 稍微回信一些 是 起码都叫做好消息的 是 你可以吸引多些外国的资金 你去留意一下 美团其实不小 是 所以令到他们 肯留来香港 博他们有什么呢 抽完美团 抽不完的 应该有些钱留下 会不会短期的 令到港股的 气氛又好些呢 那希望可以做到这件事 是 不过呢 除了这些抽新股之外 我想大家 通常见到 现在近期 市落的时候 就会想 博博反弹 因为全部拿着短线 食糊炒一层 炒一层 就马上走 这些700也是的 今天330元 留下的时候 就应该想 博不博弹 今天上回来 你见他收市 上回来 330元 不多 是啊不多 小心的是 因为他连续两天下跌 年后下跌 而很快 也都去到 大家眼见 330元 穿一穿在上 其实你下多 9元 就有319元 你看他下跌 这么急 不是说没有原因 是 那些原因 虽然我觉得 对于他长期来说 不是一些 很大的坏消息 因为你就是说上周五 因为你视力健康的问题 这些 那其实 腾讯 不是你好的 但是 视力健康 是啊 你很多方法都为大家好的 不需要这样说 只不过我觉得是对耗入了 是 是 腾讯之前做了功夫 因为这个消息不是新的 是旧的 你见他都可以用消息 令到腾讯下跌得这么低 反正投资情绪 大家是很谨慎 大户这些时间 又去这样跌 今天反弹 我觉得你就算看美视 就是由328元升回上 成交都不算很多 反而我觉得 基本因素就是 当时候他见319元 就是中期职差的时间 没错 那现在有没有变呢 你讲的视力问题 我不觉得会影响着他们的收益 因为你真的给得钱 在数据上 全部都是成年人 除非你出到说 我要担心成年人的视力问题 那时候真的难搞了 那个价可能会跌得深一点 而腾讯你由319元 反弹到最高360多 有什么特别好消息呢 其实没有过 其实我觉得有点失望 如果朋友本身想可以弹到 起码370多 近380元 你太担心了 你由低位反弹成一成多 就是你320万 360多元 即是一成多以上 但是你有最大的阻力就是375元 就是一个主要平均线 你的位置 所以你没有一个更加好的消息 你再下来 而且现在的时间其实很尴尬 你怎样可以税回375元 除非你突然之间有些因素 是被大家预计到 它是第三个业绩口 其实现在9月 下个月它就公布第三个业绩 即是很快的 这些消息 所以你在业绩未必说好的预期之内 大家担心第三个业绩 它难弹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多次320元 甚至会低一点 那有320元的时候再担担 是吗 我就觉得应该是担担他300元才见的 是的 有个朋友先问350元 有货可不可以长渣来说300元去情何以陷 都没办法了 都要面对现实的 之前我都没有看腾讯太淡 但是现在看资金流入表现 再加上腾讯真的面对很多不同的问题 其实问题会继续发酵 尤其是现在市场上针对腾讯 不只是游戏 即是连微信的汇约用户 会不会短期之内都会减少 大家担心 因为你看到直播平台虽然有监管 但是你看到很多个 现在对于它的冲击都大 上个星期内地的朋友跟我说 现在有个子弹 不知道你有没有玩到 内地的一些新的社交媒体 其实出得很快 但是它真的挺好玩 它怎么样呢 就是当微信我们觉得是腾讯命脈 对不对 我不用腾讯 我不用微信的话 我用其他的 你对于腾讯的冲击大 而子弹就是一个即时的社交元件 我平时也不喜欢听录音的留言 但是有些人总喜欢留言 那是怎样呢 你只单是录音 哦 是不是好像snapchat 不是的 它立即变文字 哦 而它的确认率是非常高 是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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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真的 我们玩Facebook玩得悶 香港内地的朋友 他们玩这个微信的话 甚至朋友圈 已经玩得完 说真的 还有呢 就是今天看到一些车股 我觉得很厉害 发生什么事呢 是啊 是啊 车股就接受现实了 我觉得是 嗯 因为现在车股呢 说着面对着问题呢 就面对是 8月份的数据是如何 是的 而这个 8月的数据呢 现在你要 开始有个心理准备 因为刚才 你见到 连东风都升的 是啊 东风升的 然后华晨呢 又夹着和宝马延长合作 又再升一阵 但是 8月份 出道来的初步数据 中企业之前已经出了 你会见到呢 他们的销程是继续这样放缓的 是 而放火的情况呢 是加快放缓 那就是说呢 很多的车股 如果那个型号 是买得一般的 一向都面对竞争的话呢 他们在9月时间 就是说下个星期 出道来的数据已经很差 所以呢 你会是有一阵的投资者呢 这段时间会固定些车股先 因为已经反弹 是的 反弹也都真的完了 短期 还有机会的 因为未必说 每个公司都差 是的 最看淡呢 就可能是长城 是 因为去买SUV面对竞争是最大 那这个就在初步数据呢 见到的 而你又要减价等等 所以这个市场应该 会看得更加淡 是 那么长城的股价呢 其实都已经颇抵 短期走势都转弱了 而好些的可能是吉利 但是你看到吉利今天呢 都跌得很多下的 是 那么大家想 以吉利是否受影响那么多呢 我觉得今天的股价表现呢 就反映了之前是升得多 是 还有它都要跟着股价方面呢 去下调 嗯 所以这件事呢 就 未需要太担心 我觉得它数据出来呢 可能会得法 有得弹的 是的 所以你说 你又拿着的汽车股 我哪些最担心呢 那你当然是长气啊 东风这些 那如果你说 欸 我都还希望我拿着那些 可以弹的话呢 可能要你拿着吉利 你可以放心一点 嗯 我觉得它都 还有机会打弹 但是也是几样东西呢 这些转跌呢 就没有轻易捞底 是的 是的 因为汽车股是真的弱的 是的 就算你说要 拼捞底的话呢 我宁愿你拼一些 就是中期业绩 可以 而预计它们第三季 甚至乎第四季 业绩都可以的股份呢 那可能就会弱一点 譬如这些基建股 很好的 都还可以的 就是我觉得呢 已经不同了的了 若股这当然都OK了 因为你是担心那个若价下调而已 但是实质上面 是不是它们代表它们 不赚钱 或者下半年会赚少很多钱呢 我觉得仍未去到这样 其实这些光伏股呢 今天都炒了 你见欧盟方面 就终止对华光伏相反的措施 是啦 今天见到保利协赁能源呢 三百零零 其实都涨超过一成 但是刚才你都说了 现在这些市况 当然不要留底 就算这些呢 可能一棍 全人倒的园形 没错 你说得很对 我也是担心它一棍 而且光伏股呢 我觉得跟它的名字一样 伏什么伏股 你讲欧盟的新措施 是对于这个行业是利好的 是啦 但是你要知道 在做光伏这个行业呢 它们讲的价格是很低的 是啦 就算你说打开门 你关税减少 你只可以做到薄利多少 是 而市场上面基本上都饱了 你只可以说 你关税少一点 你家公司呢 好像可以赚多些钱 但是呢 你在关税减少了之后 亦都会有更加多公司出来 减低自己的价钱 增大竞争力 所以呢 实质来说 我觉得是很短暂 应该是趁着你转 当明天都还有一升 是 那你又这么幸好 拿着的话 很快就走了 这个板法呢 在几年前大家都知道 已经不同了 所以你现在这些好消息 你只可以沽货 但是不可以追货 至少光复股都还可以彈一彈 你看看汇丰 其实很久没有看他的图 因为我觉得越看越伤心 怎知道 你看一看 是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连续两天 还要是跌穿了 明明年头在说 汇控OK 美股价值一定是我们 他怎么知道越跌越低 600元今天真的勉强顶住 是啊 勉强顶住 还要是两天的利头下跌 我没有持货 是啊 我都 你不是很明白 就是 究竟为什么要 側汇控 嗯 其实今天一开始已经是这样 就算你 在说市 未去到跌那么多的点数 最初都是偶皮 开市的时间 那你见到那些人都愿意 不断沽汇控 那这个是 和大家去预期汇控 短期之内 就是未必可以受位 即香港这边 未可以受位住加息 有关 因为今次 如果你说 美国再去加息 而美 即香港这边不跟的话 其实 汇控可以受位住 美国加息的百分比 应该就会越来越小 是 因为你看中期协职 大家都见到 其实没有怎么扩阔 即是说 汇控在我们之前预计 已经明明念头 就说 美国加息有利 都没见到 你核心动力都没有 那这个已经是 昨日的事 我觉得 那未来是要看着 就是 当美国加息 那美国的金融股很硬正 那你见到这一转也是 就算这个大股调整 其实是只有两个板块 调得不太深 那些方网股份 仍然是在高位培回 另外一些呢 就是美国的银行股份 那如果我比较 我是一个国际投资者 那我又有 就是香港钱又有美国钱 我为什么要买汇控 那你说的 美国的银行业 第三位都预计是好 所以呢 汇控是 现在被挨打 最暗烈的情况呢 其实今天 很多报章都有说 60元 那是不是 要看 要见淡就唱淡 我一向不是这些人 但我想说 你都觉得 他可以去到60元 哇 因为上一转 如果你计回 今年的预测性率 大约60元 它是7厘多 7厘多 上次汇控 就真的那些位置 挺得住 所以呢 最恶劣的情况 都真的可能是7厘多 但60元以下 我觉得机会会小 而其次呢 就是你用回 现在技术走势去看回 现在250天线 和汇控的距离比较 有时真的相差两成的股价 现在还有一成多 现在一成多 差不多60元 所以你用回历史数据 汇控最差情况 不是 汇控的息率最差情况 可以去到60元 而汇控呢 去到250天线距离两成 不足为期 都是60元 是的 所以这两个指标 可以说是 印证花 其实汇控是可以60元 是的 但我就觉得 都要配合 你要 即香港股票市场很差 可能去到26000变 甚至低一点 但是26000变 真的不能失手 是 因为如果26000变 就是由33000变 这样赔下去 就赔两成 那你连指数都在走红的话 就全部都很红了 我觉得 5号去到60元 去买 买得过 60元 即买得过 因为你是7厘 而汇控 大家都知道 他现在本业做得不好 不要紧的 我觉得厚 底厚 即家底厚 他可以用回息 我觉得他应该会走回以前那样东西 就算我亏钱 我都照下息给你 那你估计都不会走 那你长插着汇控 我觉得这一串 可能美国那边是有优势的 但你不排除再过多几年之后 汇控的业绩就好一点 我觉得我对汇控的业绩 仍然有期望 因为他伤了很多年 他都执了很多年 终有一天 应该就农村奉 股价应该会再反映 只不过不是刚刚这一转 如果听你这么说 最近很多人问 尤其是对汇控有情意 那些就会问 我七十多元八十元有货 是不是可以长插 我听你这么说 其实是可以的 可以插 我觉得汇控会不会变的 因为他有一件事 我觉得他确保了 他将来的走势都会用这个策略 就是因为他没有单一大股东 管理层都是希望去 please一些股东 基金股东 大家会开心 是的 那你就用牌食的方法 只是你会尖皮擦骨 一些他觉得有潜力的地方 或者是一些风险地方去卖走 就好像之前那几年 那你如果你说尖皮擦骨 其实汇控有这么多东西 我觉得 那你是确保到牌食的 确保到牌食的话 就足以令到股价 终有一日再反弹 所以你七十元八十元 我都不怕 你继续持住 甚至乎你真的去到六十元 大胆一点加多 我觉得 七厘多没理由不买 汇控 是你五厘多都可能还想 因为你美国怎样加息 都不会去到七厘吧 短期 没错 我只是这样比较 我就是借美国钱 我去买汇控的话 我都已经赚到息率 刚才你说 有些股份 在市场比较惨淡的情况之后 都顶得顶 我觉得1299都算是交到功夫 是啊 他军价67.3买了的 69.5没有走 拿7.3现在都没 现在都可以的 现化差不多 是啊 其实有邦是出奇地走得稳固 但是你见到上次业绩都不能够升穿七十元 反而觉得 所以有个心理准备 所以有个心理准备 我觉得这一转 他也是走250天 吃65.1 65.2 然后走到七十元那些位置 就是你就会想 究竟我现在 就是你五元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去走 我就觉得应该的 如果你有真的65元那一转买 你下一转再见到 就应该七十元沽一沽 是 一现在他有少少似 就是他扔着邦邦 和扔着中移动 就沽着腾讯 和沽着汇控 我担心终有日到他 所以走到玩到range 就继续玩 我还是觉得 没理由会走那么久 有邦业绩是好的 但同时间要记得 他的股值也是贵的 一向都贵的 如果你说一向都贵的股份 你有一天的股值的调整 向下跌 都是很正常 所以你有真的金转 我又不觉得这一转 一转就会立刻穿250边线 但如果这位朋友 你67个岭 他有的话 我觉得你去到70 都真是略为减次一下 稳阵一点 是的稳阵一点 因为我觉得你下转 当今天就是27,700 你上多四五百点 可能要去到28,200 楼上的话 那我想走得比较快一点 可能都是有帮 你有机会真是69元 70元的位置 不如略为减次一点 因为大市的气氛 是未变得更好 尤其是你26,800 你上回到28,500 那些位置 其实都没有变的 基本上是博的 没有博的 我觉得 持住现金会比较好些 这些股份可以短炒 但因为你 就算你金转 你65元 买了 我真的坐了 那你起码这些股份 你业职坐下安乐 是 我觉得 即是博得过的 就算坐也不需要拍镜 嗯 简单答多几条 941 刚才你提过的 可不可以上到78元 我 我觉得现在都差不多了 其实差不多 不过他刚刚这一转 他有英俊 因为他是升穿2月的列口 当时就是大约74个岭 这些位置 他上回来 而 刚才说过 他多的因素 短期 他有机会再试多些 是 就是 扔转他向上 去沽其他股份 因为这些股份 老实说 中移动 散户现在不会不停追 但是你又知道 他其实业绩又不是特别好 所以他会形成了 对于指数有支撑作用 我真的 我想很多交易的方向 都是买中移动 就沽成汇控 但是你说78元 就真的难了 因为这一转 我觉得他比较尽一点 就是77元 到的了 77元 是刚刚现在 就是这一转75元 当时又2月了 2月是有几天 是阴足这样裂口跌的 当时就是由80元 一两个礼拜 跌到70元 所以上回这个 阻力非常大 你不会补得住 补到两个裂口 那时未去到这样 我觉得 所以如果你真的 短炒的 用杠杆也好 用衍生工具也好 那78元 我觉得就尽头了 就应该去不到80元 是 是 157元价格又不可以 157元等一等 我觉得要再低一点 是的 其实业绩是比我预期中 是差一点 但是被人抢下来 业绩出完之后 是的 真的差一点 很惨 你看到反而883元 好多 是的 如果你说纯粹贪便宜 当然是157元 但是我觉得 157元都未到价 你一转是应该要试 5.5元那些位置 5.5元可以考虑 但是我反而 就反方向建议 反正你都是等157元 对不对 我觉得油价 下半年都还可以硬正 所以当你油价 去到60多元那些位置 那你883元呢 中海油呢 就有机会 真的落回去 13元 即是大约8毫尺 调整多3-4% 那些位置开始买 你就会比较容易 捕捉到油价 是的 因为中海油真的业绩很好 我觉得 还有下半年他们 那个产量有机会增加 大家市场上面 对于你的信心都高 产量一增加 再加上国际油价 实现油价上升 其实中海油会比较易炒 只是现在高位未跌 等它跌下来 去回13元附近 我觉得反而后 中海油会比较好 还有建行 建行多少钱可以进入 建行还要硬正 不过见到A股是硬正 但恒指比较差 现在就不像我们今天说的股份 我们就说沽汇康 沽沽腾讯令到指数跌 但又未去到托住 有帮941那些 令到指数升回 健康就中间 又不沽 又不沽又不买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 但如果你说现在这个税位 我觉得不需要急 因为市是有机会在市底 我觉得他这一转 这一转 下去大约6.7 6.8左右 先再考虑 是的不用那么心急 今晚美股是没事的 所以大家明天就记住 再看恒指的表现 谢谢KK 谢谢你刚才说的股份 今天股份也没有持有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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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